上星期 一华穆斯继续以达文方式 分享2012信息的另一个环节 就如所罗门一样 他不单只明白圣经 亦精通地上各种智慧 并且他建立了圣殿 并且历史上最伟大的预言 亦都是来自外邦人的 例如 约瑟邦法老王解梦 但以利邦尼布甲尼瑟王解梦 原因 神掌管君王的异梦 只有约瑟和但以利级数的 秘密揭示者才能够解通 就如2012信息 亦是揭示和组合各种智慧 虽然 Freemason只是知道一部分的知识 但足以让他们能够统治世界 从美金1元紙币的标志 能够解说2012 Freemason早已知道 美国立局的定名 问答片 问题是 Freemason知道美国的定名 并且将这个定名 设计于1元紙币上面 当中隐藏什么秘密 并且 埃及金字塔和敌基督 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 1元美金紙币 集合多种怪异的设计 包括 金字塔 玛雅连历 新世界秩序 全市之眼 七姐妹星群 和凤凰等等 这些设计是美国第32和33任总统 即是32和33阶层的Freemason师傅所建议的 在1933年的一封书信提及 他们拥有一副特别的棺材 原来 Freemason能够掌权 原因 并不是制造世界的走势 他们只是知道 目标和时间表 因此 可以顺势发财 也因为他们只是知道 事件会发生 所以 其他人不能够将他们入罪 而逃出来的成员 当分享所知的一切 也只能够透露 时间表将要发生的事 原来 这个时间表 是从理解星授而来的 就是神话的秘密 因此 第一点 美金一元紫币 记载了事件的时间表 例如 金字塔 全市之眼 代表2012至2016年的基督掌权 新世界秩序 此外 2012年开始 美国会成为凤凰 从死里复活 Freemason解作自由石像 他们知道星授 和地球历史的关系 现今全世界 所有关于星图的古迹 都是由石像组出来的 例如 金牛座所代表的金牛山那里 四边沙漠都是人工建造出来的 并且有代表七指每星的建筑物 所以 越高阶层的Freemason 所知道的就越多 他们将重要的资料记录下来 就变成一元紫币的图案了 第二点 不单只一元紫币 甚至五元和十元的美金紫币 透过同样的接叠法 也都记下了各种灾难事件的发生 当然 政治演变和世界时势 不是他们做出来的 但是藉着危机演员制造新闻 可以煽动事件和控制事件的演变 第三点 很多历史学家表示 唯有理解阴谋论 才可以明白真正的历史 原因 更多假资料 让现代人的生活质素 药物 能源 倒退了很多年 而将来的无医人 也一定要认识阴谋论 才能够拆解Freemason的秘密 例如 普通人以为 金字塔只是历史文物 厄塞里斯也是神话 但是参照聂户座而打造的埃及 他们的领袖 在1999年宣称 在金字塔和尸身人面像中间的位置 发现了额塞里斯的棺材 原因 一蚊子闭上的金字塔 就是代表额塞里斯的棺材 这个历史人物 就是神用天上皇道十二宫猎户座 来表明灵鹿将会从死里复活的预言 Freemason知道 神话故事的设立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记录皇道十二宫 和身边星座之间的关系 成为记忆欧 第二种 就是以神话 拼合皇道十二宫 去记录预言 就好像启示六十二章 神用皇道十二宫 和九大行星 对照地上发生的事 尤其是时间性 原因 某些演变 几千年只有一次 例如 2014至2015年 将会有六次月色和日色 牵连到以色列的节旗 这种现象 由主耶稣至今 只是发生了七次 但是每一次都是以色列的特别事件 例如以色列立国 以色列六日战争 收复耶路撒兰等 同样 神话亦记低了 令陆再次取得身体 并且重死累复活 原来2012年 太阳从银河的列口 Dark Rift升起 就是纪念额塞里斯 以荷鲁斯 和亚波罗的身份复活 再次来到人间 原因在神话中 荷鲁斯和亚波罗 都是太阳神 在2012年 从银河的列口升起 就是预表他们在2012年 从阴间或者摩底坑上来 这就是Freemason所预计的事情 因此 第四点 就是以埃及神话 去解释美国的定命 神话中 俄塞里斯被杀 身体分成14份 抛入尼罗河 太太伊西斯 只能够沉回当中的13件 于是 她做了第14件 就是俄塞里斯的身植器官 以方尖碑代表 伊西斯以此怀恩 生了荷鲁斯 这个神话 就是美国立国的定命 记载几百年美国的历史演变 如果 将天上皇道十二宫 对照地球的地理位置 伊西斯就是处理了 也就是美国 因此 Freemason尋找美国这片新大陆 起名叫墨西西比河 代表伊西斯 在河的旁边 就是美国立国的13州 即是俄塞里斯的13件身体 第14件 就是华盛顿的方占碑 因此 美国的定命 就是制造一个身体 让河鲁斯复活 原因 他们被魔鬼欺骗 以为俄塞里斯就是基督 这个就是十一和七的秘密 传道书说到 人离世之后 灵会上升 而野兽的魂 即是会下降 但是创世记和历史说明 对于半人半兽的身体 是给予邪灵进入的 原因 神五会让人和野兽的灵魂进入 这样 就成为一个空壳 邪灵就可以进入了 而灵路 即是俄塞里斯的身体 就是能够让堕落天使进入 最完美的身体 所以当他们发掘出这副棺材 就在俄塞里斯的身体 他们就可以藉着尸体的细胞 透过干细胞和生物科技 製造出成年人的身体 启示录记载 当阴间的门打开 敌基督和邪灵就可以上来 进入这些身体 以一元紫币所显示的时间 就是2016年 在古代 断舍以与人类 野兽和植物九合的方法 製造半人半神 或者半人半兽的生物 这就是以诺书所记载 这种軀体 成为堕落天使 入住地球的护照 《帖撒罗尼加》后书 二章三节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来到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显露出来 沉淪之子就是阿波罗 这段经文记载 河鲁斯、阿波罗 将会再次临到这个世界 再者 天主教也知道这个秘密 因此 聖彼得大教堂之外 放置了一方尖碑 并且在很多古老有名的教堂 壁画和天花顶的绘画 都是绘画猎护助星云 以代表神的荣耀 但其实是为了纪念俄塞里斯和灵鹿 因此 美国的太空船也都叫做阿波罗 就是为了寻找外太空的巨人细胞 用来制造Rafahim的身体 让阴间里面 被困在毛底坑的灵魂 能够出来入住 而神亦恩着人的自由旨意 制造这批驱体的缘故 而打开毛底坑 启示六 九章 一至十一节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 有毛底坑的药士似给他 他开了毛底坑 便有烟虫坑雷往上霧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 都因这烟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似给他们 好像地上蝶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清密 并一起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 没有神隐忌的人 但不许王重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 就像蝶子逝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缺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王重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带的 好像金冠面 脸面 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空前有甲 好像铁甲 他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蝶子 尾巴尚的独勾 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 作他们的王 安着希伯来话 名叫阿巴顿 希尼尼话 名叫阿波伦 启示六十七章 七至八节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 获陀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 告诉你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淋 扮住在地上 明自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载生命策上的 见先前有 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兽 就必稀奇 Freemason明白神话的真正意义 因此 美国总统也谈禁这副棺材 并且 他们认为埃及金字塔 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 就是俄塞里斯的复活 甚至 Freemason将俄塞里斯 和主耶稣三个名字夹起来 成为他们救主的名字 而美国立国的年份 亦都选择于1776年 即是俄塞里斯 和主耶稣的数字 888相加 亦即是双头鹰的标记 Freemason相信星寿所隐藏的神话 但现今的牧师却是不知道 启示录指出 星寿是神安自在天上 早在旦尔里斯 已经解释王道十二公对比地球 因此 是神预定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而不是撒旦 由于牧师们的无知 因此 就算是拥有圣经 亦都不能够说服Freemason 相反 Freemason的知识 让精英们亦都被说服 他们相信神话 认知事情发生的时间 因此 可以信着时势 得着附足 但是 却因为错信撒旦 最后失去永生 当迪基督再次取回 借着生物工程 所制造灵陆的身体 时 将会取名为阿波罗 亦都即是埃及的荷鲁斯 一个樱头人身的运种人 Freemason 亦都会制造出一种 自攻击人类DNA的致命病毒 应验了启示录的第四因 四分一人口死亡的程度 迫使人类植入一种 能够改变人类DNA 变成野兽DNA的晶片 这个就是666 瘦的印记 植入之后 就变成了瘦 于是 便沾污了人的身体 即是神的电 这个就是Freemason 11的秘密 因此 凡接受印记的人 亦都会失去救恩 总结感言部分 伊勢斯 美国的定命 就在成为 诞生敌基督这个兽的淫妇 美国人自以为是基督教的国土 却是不知道撒旦的迷惑 已到这个阶段 就如法佬 和利布加尼莎王的梦 只有约失和但以理能够解明 因此 在这个时代 神要制造约失 甚至所罗门的群众 就是愿意在信仰上脱离悲战的事 若进成为神家中最崇高 最贵重的器皿 盛在神最上好的酒和高游 就是神的恩高 能力 智慧和知识 今个星期 一环牧师继续以答问方式 分享2012信息 请不吝点赞